听说顾佳是三兄弟 不如让另一位也出来一起见一见 他不在 不在 去哪儿了 上医院了 上学去了 他到底是上学还是上医院了 他在上学的路上上医院了 大哥二哥 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怎么是你 大哥二哥 顾同伯 谁让你回来的 回来干嘛呀 昨天晚上的事 我想起来了 顾同学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私定过终身吗 你胡说不到什么呀 今天早上的事 我后悔了 后悔了 我们结婚吧 什么呀 什么 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不好意思啊二位 我对他 一见公情 我对你 听说这家咖啡还不错 尝尝 不喝冰的 那我跟你换 金小姐 我们结婚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啊 既然是挑选一个顾家的儿子 作为结婚对象 那就是你了 我们才第二次见面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第一 你跟我结婚 你能有极高的物质保障 即便是以后离婚了 你也能分得高额的财产 第二 你有绝对高的自由权 可以隐藏自己已婚的身份 随意生活 交友 也包括其他女性朋友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我说过会对 昨天晚上的事对你负责 现在 您正言顺 总之 这桩婚姻你只赚不亏 合作愉快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为什么 第一 我现在还没打算结婚 第二 一旦结婚 我就不打算再离婚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我比你更清楚 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要跟我结婚 大可无异 不喜欢喝冰的东西 不用勉强自己 咖啡我买过单了 先走了 喂 顾同学 现在拒绝我 昨天晚上跟我回家干什么 但是这顾家第三个儿子 那是亲儿子呀 小北 你不是建筑系的吗 怎么什么都会啊 硬门是没有问题的 数据应该可以回来 只不过 下次不要再把咖啡 撒在电脑上了 还买回事 不是我 是那个我有用 放在我头上 你说我们金服总人这么好 身边怎么会有这种啊 那 你们小金总呢 小金总 金融欧吗 嗯 他呀 我这种实习生 怎么可能够得上他那种级别的 不过他工作上确实很厉害 雷厉风行 精明干脸 他雷厉风行 精明干脸 他雷厉风行 不过我听说 小金总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他很奇怪 公调温度一定要保持在二十六度 听说啊 那是因为他腿毛旺盛 越刮越粗 越刮越粗 这条件不够好吗 那当然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杯子哪有的 我平时喝水的玻璃杯呢 我找半天没找着啊 这不是你自己换的吗 我闲得没事换杯子干嘛 那也不是我呀 那还能有谁啊 没有一个人 有的 遭送了 究竟你不先 我呢 我就想要 空气 又是 一步 我呢 你也不想要 够铁心的人 你刚才说 求婚需要什么 求婚啊 它是需要仪式干的 你首先要让小顾同学感受到 你的真诚 还有你对她的爱 我的真诚 我的爱 懂了吗 完了 水水水水 我鼻动床都车里动我都坐了 他不会觉得我是变态吧 车里还能动啊 我知道了 我去试探他一下 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求婚仪式 让他感受到我 心有的爱 田田 你赶紧写完 我们等会儿一起去看电影呗 乖 你无聊就先去吃点东西 我一个人吃不下 想等你一起 行了行了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在图书馆谈恋爱啊 陆同学 这就是你不对了 图书馆本来就是谈恋爱的地方啊 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谈谈我们的婚事 小北 小北 你又结婚了 是的 两位同学 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哦 小北的同学我都会邀请的 小北 记得把名单给 顽皮 请问你是 顾太太 秋毕 按原计划进行 小北 李宗盛